!"呵呵笑聲声 shot quite 各位 請坐 我玩泰激玩了四十多年 昨天在某大學 有一個寶林大會 說詠春的 我出職就去觀摩日和學習 在整個研討會裏面來說 為我最深刻的就是要堅持 堅持原來很重要 到在信仰上面 特別為後世者 如何能得到主這份恩寵 能夠堅持 堅持到底的重要性 剛才代表到經歷自舊約的 伊撒亞先知書 伊撒亞二再次提醒 過去一個很重要的事件 就是人不能忘記的 出谷的事件 作者用了輝煌的圖像來描述 天主強而有力的干預 在海中 為自己的子民開逼一條生命的道路 不過不單止紀念過去 有另一個目的 就是希望過去的歷史 能夠幫助人理解當時的情況 以及激發他們懷著希望去看未來 具體上來說 是天主將以色列子民 從當時的巴比倫的奴役當中拯救出來 使他們能夠翻回自己的家園 為使他們能夠旅途順利 天主將在荒野當中 為他們準備一條道路 並流出寸水 使他們能夠得到解渴 過去這幾天 有來自德國的Essence 艾森教區 這個教區51年前 跟我們香港教區結盟 成為了姐妹教區 所以今次他們的主教 Bishop Overbet 和一位神父 和三位教友 這個團來到香港 做一個探訪 我星期四帶他們去參觀一些名外服務機構 和名外專上學院 前天的時間都帶他們去看看 分量我們未來的發展情況 昨天都跟一班青年人 在青年國跟他們有對話 在一個參觀過程當中 都聽他們的分享 這個Essence 艾森教區在德國已經在中部 有800多年歷史 也都有曾經揮煌的情況 曾經他們有240多個的堂區 或者堂區 但是現在縮到只有43個堂區 或者說現在出現了很多CEO C就是For Christmas O 或者E就是For Easter O only 就是說一年去兩三次聖堂 其實那個主教同學分享 不單止是他們這個德國的情況 甚至是整個歐洲都是這樣的情況 當你聽的時候 為什麼會這樣呢? 雖然是這樣 但這位主教他說 我們深信天主繼續會與他們同在 雖然教會或者社會裡面 仍然有很多的問題 但他們繼續深信天主會保守他們 以及聖神會引領他們 能夠走出這個憂局 在第二篇篇讀經裡面 聖寶禄宗圖寺這個非白狼人書 聖寶禄宗圖是一個法理失人 他忠實地遵守和堅定地守護著法律 他相信救恩是通過遵守所有的法律和法規而獲得的 但當他遇到耶穌基督之後 他離開過去 他接受了福音的新信息 不過聖寶禄中他承認自己和目標仍有很大的落差 於是他運用一個運動員的圖像 來講自己是需要繼續朝向終點而奔跑 他渴望耶得贏得這個獎賞 而且相信有一天是會得到 但是這個不是通過自己的努力和功德 而是因為天主陪伴他們 在星期三我們在這個北角堂居 召開我們港島東總督區 每一次我們出席的神父執事 我們都有一段分享的時間 講一些牧民工作情況 有些神父都分享到自己面對將會退休 有些神父有病 或者面對一些教友 看到他們有家庭破裂的危機 或者看到有些人的有病 我們都感覺到我們力有不足 但是我們看到我們做神父 不單止為教友服務做事 亦最重要是跟教友一起 分擔他們的苦難 跟哭泥的人一起哭泥 跟憂苦的人一起憂運 我們就說怎樣能夠 和將苦難結合十字架上的耶穌基督 使得每一個人的痛苦艱難 都可以產生意義 在福音當中我們看到 主耶穌基督對他們說 如果你們認為誰沒有罪 你們可以扔石頭 結果怎樣? 結果是有年老的開始 如果走通常青年人走得快一點 也許我懷疑老人家他們比較成熟 當他們真的面對自己的時間 反省自己良心的時間 原來過去很多時候用一些閒言閒語 去重傷其他的人 不過看到原來罪是很嚴重的惡 而罪惡是毀滅人的生命 耶穌沒有對這個婦人說 你去平安去吧 你做得對 不要這樣說 而耶穌卻力說 以後不要再犯 不要再為享樂而毀滅你自己的生命 沒有人比耶穌更加痛恨罪過 因為沒有任何人能夠像耶穌那麼愛我們人 但是耶穌不審判那些犯罪的人 也沒有允許人向罪人投石頭 因為耶穌不想在邪惡行為的基礎上面 再加上一些邪惡 耶穌現在不審判人 但是是否有人會審判和懲罰犯罪的人呢? 我們留意耶穌的說話 耶穌沒有說 我這一次不定你的罪 耶穌說我不定你的罪 這個就包括了當日 明日和耶穌時都不定我們的罪 記得前一陣子大家 一些後勢者遞上申請書 我看到一個後勢者 他都說他自己的處境 他有一次跟一些同事 大家很大的成見 期見大家分開 大家吵架 很不開心 於是他時都屈住 不過晚上祈禱的時間 當他念天主經的時間 念到求你寬恕我的罪過 如同我寬恕其他人的時候 在那一刻中 他深切感受到 是天主這一刻中跟他說話 他懇求天主幫助他 去處理自己情緒上的不安 亦都提醒自己 和承認自己都是一個罪人 要接受天主的寬恕和接納 在這個整個舞蹈期裏面 他認為自己有很多大大小小的經歷和感受 讓他能夠深切感受到天主的無限愛情 他知道自己信仰上 還要繼續努力去學習 和繼續去依靠天主 所以今天三兵的讀經 亦都給我們三兵的反省和回應 第一 天主從來沒有忘記他的指紋 天主不單止在過去行動 而是現在每日他仍然顯示他的大愛 因此我們人需要用信德的眼光 去反思每日所發生的事情 因為任何事情的發生 都可以引領我們去走近天主 和更加信靠天主 第二就是聖部宗徒 他承認自己成勝的目標 仍然有很大的距離 他渴望贏得獎賞 而且相信有一日是會達到 不過他亦都提醒我們 成勝不是只是靠自己的努力和功德 而更重要是天主信靠天主的陪伴 和基督士都與我們同行 第三 如果和上星期主日的相比 今天的福音內容 比我們更大的震撼 就使得那些自以為正義 將自己藏身在無效可擊的正義堡壘當中的人 不再感到深暗 因為他們未必用石頭扔其他人 不過他們以誹謗 以孤立 以嚴厲的判斷 散播留言 去攻擊其他人 耶穌不允許任何人 向那些已經被罪惡重壓的人 摧殘和忍痛苦的石頭 主耶穌基督要我們 勉力要被惡行善 讓我們不要再隨便定其他人的罪 也都不要定自己的罪 而是相信主的大愛 他的愛比死亡更加強 他的愛比人更加的罪惡更加大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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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